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开车一定要知道的10个基本观念 第三点 车辆的维护 保持车辆的良好维护 例如定期的更换机油 检查轮胎的胎压 确实定期的保养 并且保持车辆的清洁 以及玻璃和镜面的清晰度 第六点 保持安全的车距 在行驶当中 保持足够的距离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你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有更多的反应时间和空间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开车一定要知道的10个基本观念 第一点 保持冷静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 不要让情绪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 第二点 熟悉交通规则 下车规则和标志 号制将有助于你避免违规 并确保你的行车安全 第三点 车辆的维护 保持车辆的良好维护 例如定期的更换机油 检查轮胎的胎压 确实定期的保养 并且保持车辆的清洁 以及玻璃和镜面的清晰度 第四点 学习适应不同的环境 当你在不同的环境中开车的时候 要勇于面对 并学习适应不同的路面和交通状况 第五点 平常的停车练习 熟练停车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不但可以让你更轻松面对停车的问题 也可以节省更多的宝贵时间 第六点 保持安全的车距 在行驶当中 保持足够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你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有更多的反应时间和空间 第七点 预测其他车辆 当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养成预测其他车辆的行为和动向的习惯 可以有效的确保你的行车安全 第八点 不要开快车 不要开超过你的能力范围的速度 尤其是在你不熟悉的环境和道路上 第九点 专注驾驶 专注驾驶提升注意力是行车安全的关键 不要让手机或者其他的干扰 分散了你的注意力 第十点 持续充实开车尝试 持续充实开车尝试是很重要的 可以透过书籍和影片来提升你的开车尝试 不知不觉你会发现你的开车技巧一直在不断的提升 以上是开车一定要知道的十个基本观念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